39岁来自击打双溪大年的正姓妇女 今天向宾州前进党投诉局主任王松富 申诉自己和两名女儿的不幸遭遇 他表示自己14年前和丈夫结婚之后 对方性情大变 中日指馆游手好闲四处溜达 让他一个人外出工作挣钱养家 虽说女事主前后多次给机会丈夫改过自新 可对方还是不知悔改 近来更动手打骂女儿 以致女儿身心受创 情绪不稳定 一度萌生自杀念头 问他真正的原因 是为什么有这个念头 想死的念头 然后他说他的爸爸一直给他压力 说到一些跟他无关的东西 或者事物没有关系的东西 也是压在我的女儿身上 在三个星期他有打到我的女儿 的小女儿 她的手整只都是黑情 我担心 我不知道 我担心我的两个女儿往后可能会 不知道会得到些什么状况 因为大女儿现在已经说 她已经寻死的念头 小的女儿就是为了一点点事情 就打到整只手黑情 我都很害怕 怕一天等一下会失去女儿 郑女士不忍心 两名女儿终日生活在恐惧阴影之下 决定结束这段婚姻 然而因为家庭经济拮据 每个月只有1500令吉的收入工资 根本无法提出离婚申请 走投无路之下 唯有寻求宾州前进党图诉局主任 王松富协助申办离婚 并申请单亲妈妈援助金 好让他们三母女展开新生活 NTV7 槟城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